这个讲话应该跟特朗普总统在联大的讲话应该放在一起来看 第二它显示出现在你刚才说的一个全面的对中国的批评 所以它跟中共的对抗其实走向全面的升级 无论从贸易 从金融 到军事 到战略 到文教 科技和教育方面等等 第三个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的当今的政府 一反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做法 也就是说过去几十年 尤其是过去二十年左右 美国已经失去了对中国政府 对中共的批评 所以丧失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 唯一的一个反对党的这么一个角色和地位 今天我们可以很高兴的看到美国再次成为中共的唯一的一个反对党 另外一个我觉得你的指示的是 美国现在就是说把这个球其实踢进了东南海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如果要改善中美关系 或者要改善结束今天的贸易战 必须在改革和开放不是在延迟上 而是在行动上你们必须要做出这个表率了 做出回应了 那么这样的话才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关键 最后一点我想提出一下了 从这个讲话里面可以看出了 在海外的尤其在美国的过去的民主运动的各方人士 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从这篇讲话中 我觉得明显的反映出来看到 这点各个反对势力他们的官司议题都得到了提及 所以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